苏联解体前的强大空军,飞机1.3万甲,飞得比美军快,装得还比美军多。 1990年,苏联解体前的一年,虽然苏联内部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,但空军仍然保持住强大的战斗力,哪怕是美国空军,当时的实力也和苏联处于伯仲之间,某些方面还比不上苏联。 1990年,苏联空军总兵力达42万人,飞机1.3万甲,全部都是由苏联的航空部门自主生产的,可见当时苏联的科技水平。 2.3万甲,可用于作战的飞机有5082架,其中远程轰炸机177架。 苏联的远程轰炸机体系中,最耀眼的莫过于屠夫160白天鹅战略轰炸机了,航程1.23万公里,无空中加油机情况下,可携带40吨弹药。 不仅如此,白天鹅使用的是当时全世界推力最高的引擎,哪怕美军的战略轰炸机,也追不上它的速度。 1990年的苏联空军拥有620架运输机,安复124突鹰运输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运载量,美军历史上运载量最大的C5银河运输机,装载量也比安复124少了20吨。 从80年代开始,美国开始致力于各机型之间的配合作战,如黄金峡谷行动中,由电子战飞机率先摊换异军通讯,轰炸机接助展开攻击,战斗机则负责护航,各机型之间的配合使得战斗力大大增强。 1990年的苏联拥有攻击机460架,兼机机2130架,侦察机475架,电子战飞机60架,其电子战飞机数量不多,因为苏联对电子战的重视程度比美军要小得多。 战斗机2500架,主力由米格-29,苏-27,苏-25等等。 1991年,苏联解体,俄罗斯继承了苏军80%的遗产,哪怕到了今天,部分机型仍然在俄军中服役。 延伸队,打了场败仗,62年赔640亿欧元,原以为已付金赔款,却被告知还拖欠5000亿欧元。 三天,425枚巡航导弹,600枚精确制导炸弹,九成命中率,敌方战斗力倒退两年。 美国107年间培养18万飞行员,达到这个纪录的只有360人,平均每年3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